這些情況是有回應的 首先我想交給公民黨的東沖社區主任 也在這次事件裏面為東沖街坊盡力改善情況 李家豪 東沖地區發展主任李家豪 其實我們公民黨看到 近這兩個星期東沖迫爆人 特別在周末 其實我們的認為 東沖為何會弄成這樣呢 其實是源於政府最初發展新市鎮長市的規劃 已經是失衡了 為甚麼呢 其實大家看到東沖現在75多 10萬人 其實在市中心來說 它其實只有東惠城和副中商場 在服務街坊 但大家看到整個市中心 其實它的規劃方向 都是在服務旅客的 在東惠城裏面 其實差不多接近100間商店 其實它的名字都叫東惠城的名店方 其實它都是去服務旅客去買東西的 然後它其實現在正在擴展 我猜大家都可能留意到 它去年又拆戲院這個事情 它雖然說可能在2019年 它已經擴展完成了 大家會建造一個戲院給大家 但是其實在新興那棟大廈裏面 它其實主要都是一間酒店 一間15層高的酒店 其實它這個東惠城 到最後都是用來服務旅客 你說在一橋之隔 可能有一個富東的商場 會不會多些東西可以服務居民呢 其實大家都留意到 富東的商場 其實都是一個由領展去管理的商場 領展來說 其實大家都明白 它是向這個股東負責的 你看到它裡面 很多東西其實都未必是很貼合居民的需要 大家看到它去年 其實就開了一間金舖在裡面 在一個公共屋村裡面開了一間金舖 其實是甚麼意思呢 我猜大家都明白 它可能都是想服務一些遊客 東惠城和副東商場 可能是一些過去的規劃 但是其實政府未來的方針 都不見得它想去改善民生 大家可能在上個月的施政報告裡面都聽到 林鄭月娥特首就說 在東涌的新市政已經找了一塊地 去做一個街市 但是其實是很有趣的 那個街市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選址在哪裡 其實就在這個 東惠城 東惠城其實就在這裡 地鐵站 其實是副東商場 它在兩塊地點的正中間這裡 建一個所謂的街市 那那個街市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原來又不是 好像大家以前所想的 建一個市線大廈出來 有些熟食中心 有些街市 可能有些康體活動 不是 原來它是將這塊地皮拿出去賣 做這個商業大廈 在這個商業大廈裡面 才叫那個發展商 拿回兩層出來 拿回中間兩層出來 給政府去管理這個街市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其實裡面到底它是一些 零售的商鋪啊 還是一些什麼來的呢 那它到時 是否真的可以 serve 到一些街坊 會有些便宜的東西去買 serve 到它的生活機能 還是其實它都是一個旅遊的項目來的呢 大家要想一下 它如果不是一個serve 街坊的 市政大廈 其實它如果做商下的話 其實附近的交通 又或者是人流 都會有大幅的增加 到底這個位置是否可以承受到呢 我們都要想一想 那其實 我們都可以 想像到政府對於一個東沖市中心的規劃 都是向著一個服務遊客的方向去想 將會對於東沖的社區的環境影響非常大 在之前我們開街站 我都聽到一些市民所說 其實它可能在東沖剛剛開的時候 可能在說影灣員剛剛入貨 零幾年的時候已經進來住了 因為都看到 咦 東沖的 其實各樣的東西都不是改善得很多 特別是交通那方面 那其實他都眼見到近年是越來越多遊客進來東沖玩 他都說喂 其實 東沖他在未解決到交通之前 其實都很難再叫多些人進來承受到這一件事 那但是話口未完 剛剛上兩個星期就發生這個事件了 其實東沖已經是一個非常承受不了那麼多旅客出入的事情 那就是另外大家看到在這個B6巴士站 那其實那些遊客 我猜大家都這幾天都留意到 他未必是一些過夜的旅客 那是一些職日團 那我們都聽到其實不斷的坊間 有些朋友都說 喂 不如將那個巴士站搬去那個臨時巴士站 即是去大佛那個巴士站那邊 那麥米三六寧站旁邊 那其實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呢 我們就覺得未必是的 因為其實就算你搬了一個站去那裡 第一 那個巴士站其實現在周末 大家去這個岸平 去大澳那些都在那裡搭巴士 其實看到那裡都非常之多人 那另外其實那些職日團的遊客來 他們的目標都是東會城 你就算將那個站搬去 這個臨時巴士站那裡 其實他們的買東西 又或者甚至乎他們 原來要在那裡商鋪集合 可能都會在那個位 其實對於一個 解決東蔥、東會城或者市中心太多人的問題 其實是解決不到的 那或者我之後的時間交給郭醫生補充其他問題 謝謝大家 那剛剛星期 上個星期的周末 11月4日 當日經港珠澳大橋入口的人 是55,143 那有些人問 55,000等於多少人呢 我們在2017年呢 平均每日經過陸路來香港的人 是十萬零二千 五萬五千呢 是超過百分之五十 去到百分之五十五的 平時的過境的陸路的旅客 經過港珠澳大橋 經過港珠澳大橋 這是第一 第二個更加令我們 我覺得是有少少恐怖的數字 2017年過港不過夜的旅客 是2592萬人 每日平均七萬一千人 即是說那天 11月4日的 都等於平時 在香港訪港不過夜的旅客的百分之七十七 大家都知道呢 第一呢 就是訪港的旅客裏面呢 其實政府或者旅法局呢 都很希望做好規劃 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 如果從每一個旅客的特徵來看呢 他們的平均那個 譬如說說消費 2017年的數字就是 如果過夜的旅客 平均的消費是超過七千六百元 但是不過夜呢 是大概二千七百元 其實你看到的分別 差不多去到接近三倍 那就是說我們其實一直希望呢 改善香港的旅遊的那個業 就是不是靠一些叫即日先的團 但是今次大橋口岸出現的一個情況呢 是災難性的 第一 它佔我們平時不過夜的客人 百分之七十七 以往不過夜的客人呢 包括是經過羅湖啊 六馬洲啊 黃江等等呢 其實已經令到譬如上水啊 沙田啊 尖沙咀啊 屯門啊 元朗已經出事的 大家都知道六祖很出事的 那麼今次呢 最恐怖的地方呢 就是七成七的這些 來香港 不過夜的人 是經港主要大橋 還要大部份呢 其實就是困獸鬥 在東涌 因為絕大部份的 他們是坐這些B4、B5、B6的巴士 這些排山、倒海的即日先團呢 其實都湧了 就下去東涌 有些就去了迪士尼 玩完就去東涌買東西 有些就去完東涌 就去完大佛 又回東涌買東西 其實簡單來說呢 東涌每一天 在這些高峰期呢 就要乘載五萬五千 經港主要大橋 不止 還有我們平時呢 是有大概有十萬個 十萬零二千個旅客 其中有一部份呢 根據以往 或者旅法局的紀錄 都會可能去迪士尼 因為迪士尼的景點 以及大佛的景點 都是 譬如迪士尼是佔所有旅客 大概百分之十的 就是你可以估計到 旅法局也沒有大佛的資料 但我相信的數字不會撐太遠 就是說呢 在平時都有超過一萬 甚至到兩萬的旅客 會去東涌 可能順便去東涌購物 你知道東回城基本上是那些 就是我們叫Outlet Mall 就是賣一些特價貨品的 名牌的商店的地方 就是說呢 現在東涌承受的 整體的旅客的數字呢 是去到七萬八萬 我們沒有正式的估計 但是那五萬五就是實數 所以有人說去解決的問題 是搬巴士站呢 我當然不會反對的 不過我想跟大家說 搬巴士站正如剛才李家豪說的 是解決不了的問題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但是根本政府整個安排在開通這條橋那裡 是亂了大龍的 舉個例子 如果預計是有一些旅客是經過廣州大橋 要去東涌去遊覽的話呢 其實現在的配套是很不行的 我舉個例子 B6的車 即是說他們坐最多的那些車呢 就每天呢 是24小時不斷開 不過大家都猜到 雖然說24小時 大部份的人呢 都是日頭那裡的 就不會晚上來 他的平均呢 就是每一班車 最少就是載到最多是139人 最少是97人左右 我們跟他計算 每天10至30分鐘 其實最多的載客量都是2萬多一點 其實是搞不定的 那麼如果這麼多東西搞不定 東涌搞不定 巴士搞不定 而政府是呆若木雞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不負責任 所以有幾點 我們一定是希望政府去做的 即是除了搬巴士站 這一個是斬腳趾避沙蟲的 我們都不會反對之外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 這些很多的旅行團 大家都說 就叫做 是廉價的團來的 也都連本港領隊都沒有的 所以這些團一定要倒絕 是不應該來的 因為所有這些的團 其實如果來香港 如果經過 譬如 旅法局或者和旅遊業協會有一個聯絡的話 其實還可以做一些規劃的 第二就是政府必須要開通 或者加要求內地的旅遊單位 除了是我們不是要不讓人來 不過如果他來的話 就請政府預先知道他來的人數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全部都會死的 因為他不只是影響在港珠澳大橋 其實現在呢 在平時其他的旅客 我們在東涌看到一些歐美的遊客 其實他們都 來到都 簡直以為落了地獄 你知道他們在外地 也打算來香港看大佛 那這些歐美遊客 去到大佛的站那裏 就發覺那裏簡直是好像 難聽一點 好像是 即是淪陷那樣 用這個字 那你怎樣跟那些 東南亞遊客 歐美遊客 講香港是一個旅遊之都呢 他想去看大佛都不行 因為那一個圈 就這樣繞 第二呢 就如果他想是 加些團的話呢 就應該有些規劃 譬如有些團 就不應該用東涌 是做落腳點的 這些團呢 如果要做的話 好似其他的團這樣呢 應該是 舉個例子 鼓勵他在香港 是 譬如過夜啦 或者是 遊覽香港其他的地方 包括是 淺水灣啊 山頂啊 海洋公園啊 其他的 香港已經 盡量做好的旅遊配套 如果順其自然 我最難聽的那句 特首林鄭 在上海對著你們的記者朋友說 所有這些基建開通都是這樣的 沒甚麼特別 言下之意,這些都是不值一切 我覺得這是不負責任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橋開得這麼急 就是因為特首要順應習近平主席 國家主席要剪載 但是你找了東涌人 作為一個最大的犧牲 然後為了他政治的動作 要讓習主席去開通 而所有事情都做得很差 譬如舉個例子 那些過境的巴士 只有一半是走得到的 因為他基本上連通知期都是極少 又沒有任何的聯繫 亦都沒有任何的協調和內地的旅行團 去到現在這樣 我們等了很多天 我們上星期信給陳凡局長 要求他跟我們聊天 去講這個東涌的交通 去到今天 8日 陳凡是一封信都沒有回 我覺得簡直是 令我們所有人覺得是卑鄙 因為作為一個問責的局長 作為政府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去到今天星期四 三日之後 11月11日 就會是第三個高峰期 我看不到政府又做任何事 是解決上述的問題 這個政府 如果繼續這樣的話 其實不只是影響這些東涌人 因為香港 作為旅遊之都 如果這樣代曼我們的遊客 不只是講朱浩 剛才我們講了很多其他國家 東南亞和歐美遊客 去到東涌 簡直覺得是人間地獄 掉頭就走的 我不是很想香港 淪為一個 好像是一個第三世界的旅遊城市 我們不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繼續是這樣的 不只是影響東涌 而是傷害整個旅遊業 政府口口聲聲說要做好香港的旅遊業 要令到香港成為 不只是 懂得招呼內地人的旅遊城市 你知道旅法局 在過去一年 是給了很多錢 或者拿了很多錢 去其他地方 特別是東南亞和歐美 做宣傳 希望增加這些高消費 或者高質素的遊客 我不知道這些高消費 高質素的遊客 來到東涌的感覺 如果你看到這些情景 這些災難的情景 只會令到香港 在國際旅遊的聲譽入面 是名譽掃地的 結局就是為了 迎頭小離 我這樣說 我們不是不去做 可能大家都明白 這些團 人數是很多 五萬五 但是損失的就是整個香港 所以我們在今天之後 就會再信 再給信 今次我們不准懲罰了 但我一定會跟特首林鄭說 我們在一個星期前 被陳凡是陰訊全無 無論是陳凡 或者商經局 或者其他相關的政策局 和部門 都是毫無回覆的 下個星期 林鄭會來立法會 我們一定會好好招呼她 即是說 在立法會短問短答的時候 如果我能夠抽到 或者公民黨有機會抽到的話 一個機會去問她的話 這個港珠澳大橋的災難 林鄭必須要回答 好 或者到這裏 記者朋友有沒有問題 當然有 最簡單的已經是 其實下街已經是一個很 逼的事情 她可能由早上下街 其實剛剛好吃正 尤其是假日 那你可能吃正的那些 一日游的團 我猜大家都知道 那一日游的團 的時間是怎樣的 她可能11點左右 可能早上在國內集合 11點來到東蔥那裏 接著已經在東蔥的東會城那裏 去一個活動 又或者可能搭車去大佛 那些這樣 接著她們就是自由活動 接著她們是6點會集合的 就在B6的巴士站那裏 剛剛好就搭正 其實大家可能 周末周日的時間表 可能睡到11點左右 下街打算吃個早餐 其實到處都沒有空 接著你可能 晚上就算 你中間可能購物 去買 可能去東蔥城 可能想去下面那間 車級市場買的東西 你會見到到處都是人 你也知道國內的遊客 可能會來掃奶粉 或者掃一些生活必需品 其實就是剛剛好和大家的生活必需品 是抵觸的 接著到她們晚上那時候 這些都不用多說 大家可能在 大家可能都拍了很多照片 其實晚上6點到可能7、8點 那些時間 就是那裏最多人集合回去的時間 其實整個區都是人 亦都是影響到那些居民的生活出入 有否直接去到買不到的生活必需品 譬如上水那些地方 其實以往比較多自由行的時候 都會出現 譬如買不到的照片 在東蔥城裡也會不會有 暫時未有這個投訴 但其實大家都看到那些東西 會越來越少 我相信如果政府不去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可能這件事 可能未來 可能剛才葛醫生也說 雙十一這樣 你知道國內的朋友很喜歡在那裡買東西 那會有高峰期 又或者可能是未來聖誕或者新年 這些情況將會越來越惡化 到時可能會出現這些 完全買不到的情況出現 你覺得政府需要規劃好 就是東蔥的社區 剛才說其實日本本身都不夠 但是短期來說 可能都會有些辦法 疏導一些遊客去其他的 是 一定要 或者講一個規劃上的問題 現在我們十萬個居民 即是東蔥現在這裡 其實他們 除了屋邨裡面可以買東西 只有東蔥城 東蔥城 如果大家熟悉的 百億九十以上的商店 都不是居民可以買到 除了下面的超級市場 現在東蔥城原本有一個美食廣場 其實都沒有賣了 已經沒有了 只有下面少數幾間店 長年累月都沒有位 以及越來越貴 即是 你想像不到在東蔥一個 因為如果你計算東蔥的人口的收入 當然你不計算影灣園 整個整體來說都是低的 那麼跟著未來呢 這十年左右 我們會增加到二十萬 除了在屋邨裡面的 新增的商業的面積之外 其實是很少數 剛才講過 建街市其實是一個借口 他其實剷走了現在的的士站 巴士站和村巴站 因為你知政府很聰明 如果他要剷走那裏 建商業大廈 沒有人制 於是他想了辦法 就說我給你一個街市 不過原來樓上是整座商業大廈 這就是結果 第二 我們街坊 有些街坊都以為拆了戲院 就會給戲院 他好像都會給戲院 不過原來戲院上面十五層酒店 十五層酒店 就是說其實再激一點 因為現在 你知道東蔥城一邊已經有個酒店 Softel 那麼現在再加多一個 即將來真的吃都找不到 他在現時那間酒店裡面 其實是沒有什麼地方吃到 一個很小的餐廳 其實只是那個餐廳 都不夠自己那些酒店的客人吃 那些酒店的客人 即是整個東蔥散了 那所以這個是 即是東蔥是一個災難來的 即整個規劃呢 是沒有理到他們的當區人口的 我差開一點點 你說的那個街市呢 在最近街市委員會都說了 我們一路不停都跟他說 你千萬不要好像房署或者領錢 是這樣將他外判 因為外判了之後呢 就會見到一些集團式經營 以及高價的街市 即現在領錢的那些 但政府的回應就是說 我會考慮的 但我們覺得都是涼過水的 因為你可以想像到一個商業大廈的一二樓呢 我很擔心都是會給那間商業大廈 因為他的投標是同一個標來的 即是說商業大廈 他要吃那個標 那如果太古也好 長實也好 新鴻基也好 我不相信他會很容易給食欄處街市 所以最到最終的話 都是那些高消費的 全部冷氣的 裝修得很漂亮的高檔街市 其實幫不到通宵人 其實公民黨在很久以前 即是由我們有服務開始 其實已經是建議一個市政街市 其實正正在這個三毛輪站附近 那裏有些空地可以做到這件事 就正正可以解決到 說中間沒有可能一些熟食市場 或者可能有一個便宜的街市 去服務居民那一件事 即是我們剛剛在施政報告聽到 有個街市都以為 真是OK 那些街坊是可以舒緩到這個問題 結果原來不是這樣 那我也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即是你說在東涌 你說現在可能大家 即是香港人吃東西 即是喊東西多 熱氣想用一些涼茶喝一下 那去藥房 可能很簡單 可以買到一些材料 那樣 在東涌原來 你不可以很簡單找到一間 中西藥房那些 其實 即是東涌原來不是完全沒有 那可能要去到影灣原有一間 在日東村有一間 但問題是你中間的地方 是完全不會有一間這樣的東西 那其實是完全不方便那些居民 那這樣 那特別可能有些老人家 出出入入 可能他只是在自己的屋村出來 市中心買東西 這樣就回去 這樣 那他沒有理由 你叫他由北去到南 去到日東村再出去 這樣這樣 這樣不實際 那這樣 東涌 東涌是否有多長者 回答你 因為副東村開了村二十一年 那其實我們很多在 在副東那些街坊 都已經 即是進去的時候 到現在都二十一年 其實很多已經是過了六十五歲 那其實他們都災難的 如果早前知道 副東的街市都已經 整了一次 現在副東街市是 越來越貴 因為他 都是 就是 承包商 整得很漂亮 你有空去看一下 我猜除了長者 還有一些 其實很大部分 都是這些基層市民 即是他們可能都生活 真的在東涌那個 位那裏 那裏 即是 東涌這個城市 就比較特別 他不像得可能 香港其他城市 就算你說到 天水華是一個 可能比較集中的城市 但其實他們那些人 都可以很簡單 去到屯門 元朗 去做消費 買菜 但東涌不是的 他只是困在一個島裏 那可能有些人要 就算要出去的話 或者其實你都要想一下 過青馬大橋 無論是坐地鐵 即是坐鐵路 又或者是坐巴士 其實都有一定的消費 就不可以說很簡單 離開一個區 去其他地方 買東西再回來 那很多都會在裏面 做一個生活的生活 那如果裏面的生活配套 不足夠的話 其實他們就很慘 其實好像剛才我們一開始已經說了 那個市政街市 其實就不是一棟 是一棟 即大家都想著 他會是一棟市政大廈出來 那中間有街市 有些熟食中心 可能也有一些球場 圖書館那些 但原來不是這樣的 他其實現在將會在一個 地鐵站和虎東村中間那裡 現在在一個公共交通的地方那裡 就將這整塊地皮拿出去賣 就賣來一個商業樓宇 在那間商業樓宇中間 起完之後 由那個發展商 再給兩層出來 說給政府去管理一個街市 剛才郭醫生也有說到 他未必會是一個很傳統 一個平價的街市 他可能會是一個很美輪美換 又或者是很高質素的街市出來 這樣他未必是可以服務到一些 一些基層的市民 這樣還有 即是剛才都說 那些熟食那些 其實他那裡未必會有 就算有 他可能是上面那些商業大廈 他可能是一些 都是一些商鋪式 連鎖那些這樣 或者一句 講一點點 現在在所有東涌 或者將來 所有的街市都會是外判的 虎東和日東就已經是領前了 刑東的都會是 房署會一次過給外判商的 他是不會 好像很多年前 就是那些屋邨 我們住屋邨的時候 是逐當由房署招標已經不會的了 即是說 如果連這個 即是所謂 食環鎖新街市都是這樣 其實全部一式一樣 表面上你有幾個選擇 但其實 幕後那班人是一樣的 分中都是一些 什麼集團 什麼華集團 那些 即是 如果你被他控制了 你去哪裡都不用想 因為價錢是一樣的 如果大家大概都知道 所有的價錢是統一的 所以是沒有用的 我們很清楚要求的是 食環鎖街市 即是現在那些 相對地價連物美 或者可以買到新鮮糧食那些 就不是現在這些 集團式的經營客 請問一下 公民黨受新街市的計劃 大家都知道去大地 或者商業裡面 可能會有很多憂慮 那你們會否更進 或者想 可能將市 指證街市 落手 有的 其實剛剛 我都說過 我們在 過了去的街市委員會 我都出了聲 是要求 在兩個地方 其實這裏 和天水圍的新街市 都要用現在 食環鎖的 直接管理 和直接投標的方法 即是說 是不會經過一個 財團 或者一個 中間人 去剝削了他們 我希望這些剝削 減到最少的 就會反映了一個物價 那裏 因為所有那些財團 都不是開線堂的 即是它是中間 食了一層 食了一層的錢 其實是在物價那裏 你去很多的食環街市 即是我們比較熟 就是荃灣 荃灣那些街市 那些人是很遠都去荃灣買的 其實在天水圍的街坊 去荃灣買的 原因就是 那幾個食環鎖街市 是整個新街市裡面 除了元朗 元朗也是便宜的 就是那幾個荃灣的街市 那些物價比較便宜 還有它有得選擇 他們寧願 天水圍那些 坐整個小時車都去 一個星期買一次送 就是去荃灣那幾個街市 原因就是 因為它仍然是食環鎖的管理 雖然你看到它未必有冷氣 也未必是很 裝修到很漂亮 但是它裏面那些菜價 是整個新街市最便宜的 我可以說一下 因為鄭浩定剛剛就說 它就說 其實 會將 架 將會 容許 有些非專營的巴士 去到大橋那個口岸 就接坐一些旅客 去到市區的主要求物點 這樣 可以分農一些旅客 你們其實 可以分農一下這個做法 我也歡迎這個做法 這個做法 就可以幫助到一些叫做 自由行的散客 因為自由行的散客 如果它多些選擇的話 它就不需要一定 因為現在它只有三條線 一個就是去東涌 一個就是去陰墓 一個就是去機場 如果它能夠 有機會有些車去到市區的話 它一定減了東涌線的負荷 但是 如果看回過去週末的 最大的影響 就不是自由行的散客 最大的影響就是那些 即他們的旅遊課 叫做不知不明來歷的旅行團 這些 那這些就 只是靠這些巴士 未必有用 因為這個一定是靠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都做過一些研究 即是研究 我們自己上網都檢查了 那些大陸這些團 其實很容易賣 256元人民幣就有了 即是你要有幾多都有幾多 那其實國內 你知道 其實在國內做旅行團 是國家簽罰那個牌照的 如果特區政府 經常都跟我們說 跟內地政府關係很好的話 其實它一定可以做到事情 因為那些全部內地旅行團 都在內地是有執照的 即是說國家核准的 如果跟他說 可不可以做一些協調 有沒有一些分流 可不可以不要各個團 都去東涌 你給個數額 例如一半是去市區 那就不會那麼慘 因為現在是77%的 不過境在東涌 簡直是恐怖 我想我們是歡迎那個做法 但我相信是解決不到 過去兩個星期 周末的那種場景 這個論行場景是解決不到的 我還想問一下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對於日用品的憂慮 因為譬如說 以前奶粉雖然現在是限量 但是其實對於東涌 會不會擔心呢 即是東涌未必有這麼多檢查 可能以後就會在那裏 就會流走 其實都會擔心這件事 始終你說 無論是奶粉那些買賣 其實國內遊客 都比較集中去買這些東西 那你說未來 可能在高峰期的時候 會不會越來越多人來買呢 這件事是非常擔心的 我想接下來最擔心 除了是雙十一 我們估計到聖誕、農曆年、新曆年那些高峰期 以往的這些傳統的大節日 整個新界西、新界東已經差不多淪陷了 他們都好些 因為整條新界東 你還有多些的 多幾個地方去分 譬如你上水、粉嶺、大埔 分到沙田大圍 新界西、元朗 還有屯門 屯門的面積都很大 東涌是不能走的 極正是困獸鬥 逼著打的 所以 東涌人都很慘 你可以想像到 他們下街是吃不到食物 真的吃不到食物 因為整個 富東 整個東匯城 是人山人海 全都站在那裡 根本吃過 早餐吃過 下午都不行 而且都很貴 第一 沒有人找我們 那我就不覺得 應該做一些 或者是 趕客的做法 因為這個 其實他們來香港 難聽 他都無辜 他都是被人哄下來的 因為很多來的 都是 那幾個省市裏面 都是 未到過香港 那些 是一些 沒甚麼旅遊經驗的人 我覺得 與其是要 但我理解 為何他們要這樣做 因為作為街坊 是很慘 但是 這個造成 這個惡果 你說就算有光復 其實都是政府的 因為如果政府 兩個星期 都沒有任何 吸取教訓 而仍然 呃 像現在 去到今天 八豪 甚麼都沒有做 我覺得 將來有甚麼 衝突 其實政府 是難辭其咎 你作為一個普通街坊 你無事做得到 政府 聽不到的話 我們 呼籲 政府 早些去做事 令到這些衝突 不會發生 好嗎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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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